嘉林江在主汛期却被晒干了 鄱阳湖的枯水期提前了三个多月 湖泊变成了草原 平常干旱的西北荒漠戈壁却洪水频发 这一系列的迷之操作是地球母亲的怒吼 还是另有原因 我建议大家相信科学 其实全世界现在很多地方都不正常 旱的旱死 烙的烙死 生活在菲律宾的老壮明显感觉到 洪水和暴雨的次数越来越多 而且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 甚至连雨点子都比他小时候都大了很多 不过最让他担心的还是每年都会下沉的房子 各位能看到的这栋二层小楼 其实只有二层能住人 第一层在涨潮的时候会被淹没 老壮是个念旧情的人 会时不时来老屋看看 有没有退潮时留下的螃蟹和花杆 水位上涨 所有的东西都得挂在墙上 无数垃圾漂浮在水面 难以想象 经过太阳加温后的温暖 但好在这里也算是一个天然的预长 当你上班时悄悄刷到这条视频的时候 南北极的冰川正在融化 我给您准备了一段视频 是格林兰岛的一战利萨特冰川融化时的场景 冰川崩塌引发五米高的海啸 现在水平面上升的速度 已经超过专家预测的速度 照这种发展速度 老壮的村子到最后 还是逃不过被淹没的命运 2021年7月 德国西部同样遭到洪水袭击 营救人员本来想用铲车去救援 结果洪水直接将铲车掀翻 洪水退去后 村书记说这次洪水水位 最高已经淹没了屋檐 而荷兰应该在几年前就变成了海底世界 当地政府为了续命 建起了九公里长的防洪屏障 莫桑比克的洪水让数千万人背井离乡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要去哪里 而万里之遥的美国亚利桑那州 却干干八八 杰克来自墙对面的威地马拉 他从小就有一个美国梦 哪怕在美国打扫八年卫生 也要拿到永久居留证 杰克每天的任务很辛苦 不仅要清扫落叶 还要修剪草坪 亚利桑那州属于沙漠气候 唯一的水源来自科罗拉多河 社区的绿化就是一望无际的缩缩树 虽然水资源在这里非常珍贵 但架不住这里的人太富 他们想买多少水就买多少水 只要高尔夫球场能绿一盎然就行 但杰克顶着39度的大太阳干活 他却只愿意给杰克65美元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 科学家在亚利桑那建起了实验站 这里可以模拟不同的气候条件 他们就像上帝之手 说下雨就下雨 看着满地的管子 我不禁开始走神 是地球病了 还是我们人类病 目前全世界总供水量 只有0.3% 适合人类饮用 估计再过30年 全世界就会有1.8亿人 因为气候 而变成气候难民 人们粮食短缺 引用水减少 河流改道 地球已经开始大唤醒 降线 撤河流改道